美國通脹有壓力 但世界有通縮壓力 所以如果你買美股的時候 你就不要買一些 地方政府財務解決了問題 關我甚麼事 所以你看到它整個社會的氛圍 政策上的刺激其實是相差天同地 所以為甚麼我們會這麼兜 強調內性資本 即是告訴你不要這麼快有運行 內地的地產股和XX都要避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FM財子 和英Sir很久沒有見面 連美國總統都已經改朝換代 當然了 足足英Sir馬上說 大選過後的宏觀經濟和美股市場的一些看法 可以回顧一下今年和展望一下2025年 其實事實上選完大選之後 看到聯儲局都預期減少了0.25厘 大家就開始猜 接下來的減息步伐會不會再減慢些 甚至是停止減息呢 因為大家好像都是憂心 在特朗普上場之後 那個關稅政策或者其他的政策 會令到通脹重現 英Sir覺得這個擔憂會不會是多餘了呢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你看過市場 就都看到的東西就是 Yield curve其實是拉斜了 場債其實是相當之弱的 那些人都擔心著 究竟美國政府的採政狀況會是怎樣 還有他的政策會不會是 令到美國的通脹會加快 可能不會回到COVID之後這麼高 但是你可能是捱住3那邊 多於捱住2那邊 所以就都可能會令到聯儲局 是減息的步伐會放緩 所以那些人都會有這個擔心 但是其實重點都不是這裏 因為我覺得那些人都看著 那個Yield curve來研究 那就是長息來說 就可能似乎都落不了多少 那只不過你短息 就可能聯儲局可以控制多一些 但是對於那個資產市場的影響 就不是真的那麼大 因為你見到Yield curve一直在拉斜的時候 其實股市率一直在升 跟以前的想法都有點不同 那我見到其實Fairwatch那邊那個 見到2025年 反而有三成人大約的估算 其實這個息去到3.75 這個是不是都是保守了呢 10月底的說話 那其實我想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其實你可以變得很快 因為你下去看那個政策 真的實在落地的時候 其實美國的通脹是會怎麼走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那個變化會很快的 因為其實你反過來想 你去年和今年之間 其實那個指扣預期都經常都是錯的 所以我覺得都不是太過重要 其實現在那個Fat都展示了給你看 如果那些東西不太觸碰的時候 其實可以切得很快 所以其實我想那個Fat都做了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展示給你看 我有個彈性 然後現在就開始就有個 等一等 因為如果你現在貿然 將那個減息速度是加快的話 或者是維持的話 其實可能到它通脹忽然間離開的時候 你就很難說反過來 所以我覺得它都可能會放慢 那個速度是正常的預期 而它都展示給你看 如果真的那個就業市場是相當之差的時候 其實可以一次過減半厘或者甚至更多 所以其實它已經展示了它有一個 因為之前那次其實你反過來看 可能減息是進取了的 所以我想都不是太過緊要 都是大家都是會看著究竟它落地的時候 會怎樣 因為你落地的時候 這些政策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它想得那麼順暢 也是另一個不知的地方 那那個債價是否預計都會繼續壓住壓住呢 還是如果我們要長期去部署一些債市的收益機會呢 有沒有說過債息要回到什麼水平呢 其實我想你這樣想 就是那個 首先你債的想法就是一個 就是資產配置的分散 對一般 其實一般不是那麼有錢的人來說 就不用想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都不是一個很高收益的東西 那你四里半和四里三都是差0.2% 那你對有錢來說 那你想可能你說 如果有四里半 我賭死它十年就很高興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純粹從一個炒賣角度去看的話 就是用槓桿去炒這些東西 或者買ETF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因為你在一個減息周期裏面 那個Yield Covered 拉得那麼斜 那個場債可以跌那麼多 就是自從減了半利息之後 其實那個場債就開始一直在下跌了 所以就… 而其實如果你買ETF的話 你可能要輸差不多可能是10%了 那… 那… 我覺得你去賭那個優勢的危險 和你的資產配置是兩回事來的 即… 資產配置就說 我買一些可能是五年、十年、三十年的國債 然後到期我就拿回那個PAR 即100元 那… 這個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買TLT 又或者你是炒ZB那些東西的話 其實你就在賭利率走向 賭利率走向 我覺得你一般人來 都沒有加那麼多東西 因為你利率走向 其實你對一般人來說 是很難去駕馭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你… 也都… 炒場債的技術含量 我覺得比起股市來說是更高 所以就… 我覺得你資產配置就沒有什麼所謂 如果你是資產配置的話 其實你買… 就是你記住 如果你是買債 你的資產配置的 purpose 你應該是買那些… 就是… 某一個日子到期的那些債 而不是在買那些ETF 又或者在買一些期貨 這樣就會好些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 你的利率率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可以拉斜的 那些人… 究竟要覺得說 兩年期和十年期 要爭多遠才合理呢 這樣… 就是我相信你美國政府 兩年沒問題 我相信你十年我就怕 那… 現在是這個想法 那… 所以… 所以利率率其實是可以拉得很斜的 你爭… 究竟要爭多少厘 那些人才覺得是合理 就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從資產配置角度來説 其實我覺得就開始有得想的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市場反映出來的東西就是 特朗普的想法 就是政策 其實是會令到 美國是有通脹機會 是 但是對世界來說是通縮的 那…就變了 其實究竟這個通縮和 美國通脹怎樣平衡 其實… 對利率怎麼走呢 其實是不知道的 但是開始的人 就未必一面倒覺得是會 會超級通脹的 這樣的想法 嗯…明白 那剛剛鷹Sir就覺得 普通人就不要想過多債市上的東西 那就可能部署回美股市場 不是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買債市 或者你用一個資產配置角度 你搞清楚自己是資產配置 還是賭資產外套 你賭時間還是配置 如果你配置的話 就隨便吧 因為你都是擺筆一筆錢 然後可能幾年之後 可能收回一個趴這樣 但是如果你賭時間的話 那就不要搞那麼多 賭時間的話 其實是很高技術含量 還有你可以輸得很厲害 剛才我都說你減息之後 減半利息之後 到現在其實你買TLT 就輸了10% 那這個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 為什麼一天減息週期會輸10% 我不覺得他會再輸10%是很出奇的事 所以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如果你是資產配置 你買回一些有年期的債就算了 不是說放進去那些結構產品的東西 的確TLT都是其中一個很熱門的 可能一些股民都會在直播的時候 問我們走勢的 因為他們不明白你是在賭時間的 而不是一個資產配置 所以其實他們是沒有一個 充分的理解那個概念是錯誤的 那我就想問多一點美股市場的東西 因為見到很多媒體都說 其實統計來講 2008年之後經過大選 那一年的美股上漲機率是8% 那今年的情況 我看到美股現在都的而且 是欣欣向榮這樣升 那是不是說特朗普選了之後 今年的美股或者甚至明年都會繼續強呢 因為見到他的可能又說要削減企業稅 都有利益企業的盈利 那我想你就當個大盤 你都氣勢如紅的 就不要低估它會升到多少 因為S&P去到6,000 都已經跌人了眼鏡 甚至大選之後 它是升到跌人了眼鏡 因為大家覺得 都預計了特朗普贏的機會較高 照他unwind 好消息出貨 結果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那變成我覺得 你現在始終 那些人都是會贏開 而也都 如果你從一個價值投資的角度來講 美國公司進步的空間比較大 因為他們可以投入科研的錢 一來比較多 二來就因為你現在開始出到更加多的禁令 是針對中國的科技公司 而其他國家的科技公司 就不像中國那麼厲害 可以跟美國撐 你這樣想 就變成你 最終獲勝 在整個世界裏面的 很多不同的科技範疇 或者應用範疇的贏家 都會在美國公司的角度上市 所以美股大盤的股票 就應該很多都還是相當OK的 還有他們都沒有去到泡沫價 雖然說厲害 但是貴 但是不是瘋 所以我們都不敢說 這個momentum可以何時才完 但是我覺得你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現在 剛才我們說 其實現在那個關稅政策 或者所有事情 其實現在就是美國優先 世界各地就走開 這樣的想法 所以剛才你看到 就是我們說的 現在你明顯看到 在北朗普當選了之後 其實一個很明顯的地方 就是商品市場其實是下跌的 其實你是什麼都下跌的 連金都要下跌的 這樣 那這個就是 其實現在就出現了一個 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美國Inflation Golbal Deflation 就是美國就通脹有壓力 但是世價就有通縮壓力 所以 就如果你買美股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買一些 就是 本身 如果你是一些 它自己那個產品的定價權 不夠強的 那你就已經是很嚴重的了 因為美國那裏通脹壓力 一定要加到價才行 如果這些東西不夠 真的加不到價的話 就嚴重了 那就是你在世界那裏去出口的話 那你就面對這個Deflation的壓力 變成你其他的 在外面做生意就會辛苦 那個Deflation 不是純粹是說商品跌 然後那些人欣欣向榮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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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其他國家的經濟 那些人預期是會 因為那個鎖角或者是 就是保護主義而出現問題 那所以 一些在美國上市的環球 運作的公司 其實都可能會比較差 然後資源股也都會比較差 因為就是出現了 剛才說整個世界 就是那個總體那個需求 其實是下降的 就是Aggregate Demand 其實是體跌的 尤其中國現在大家看到 是比較差 那所以 那些資源股和一些環球的品牌股 如果它的定價權不見的話 就比較差 那如果比較好一點 除了我們usual suspect 就是說 那些科技股之外 那些大龍頭那些之外 那其實就是一些 圍繞美國本土消費的公司 就是因為那些人就會賭 美國那些平民百姓 就業機會可能多了 那些個人收入 可能那些稅收 那個稅 徵稅那裡會減 因為用關稅代替所得稅 那樣 所以那些人那些可分配收入 其實是會高了 那所以就在美國那裡 營運的公司 也都可能他們面對著 commodity 的價是跌了 那雖然關稅是高了 但是 但是 關稅和 commodity 可能有部分會 offset 那也都給了一個很好的 excuse 它說通脹我們加價 那加價你不會說 那個cost加兩元 就加兩元那麼順 那這個世界 都會是 大家一起合謀加多些 所以那個 margin 可能很大機會會 improve 所以一些針對著美國 本土市場的消費股又會好些 現在就變成美國優善 就是現在炒股票的想法就是 所以 你的角度去考慮 除了說我們科技發展 人工智能需求之外 其實就是 美國人那個可分配收入上升的前設 那你可以舉個例子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兩天入 就是最近這兩天入 就是抽得最有限的股票之一 就是這個羅賓康 那很簡單而已 就是因為美國的平民百姓 就好像疫情入面這樣 他們忽然之間就多了 即不是忽然之間 即是預期他們會多了收入這樣 那你拿去賭錢的 budget 一定是大於拿去花錢的 budget 即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那所以 它可以說是最好的消費股 這樣 所以就為什麼羅賓康 可以忽然之間 由出完業績之後 賭下去24元以下 現在變成34元 那麽就一來一回 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賭 美國人的可分配收入 忽然之間是多了 那所以 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大家都是 你不可以說 美股就是美股 有一堆是針對著本土市場 有一堆是針對著國際市場 有一堆是資源股 那這些就會濕化的 所以就不能什麼美股都看好 而是要選擇 即是主題來說 都是看回定價權勁的 或者是本土消費類 即是有潛力 是美國人自己有錢了 會消費的一類企業 是的 因為你要針對美國人是多了錢 或者他們是就業機會是多了 那當然這件事就是一個預期來的 是 就未發生的 所以就可能 是一項目的 即是這些美國人 即是特朗普贏了之後 那個袋子忽然多了幾皮 現在不會的 所以你現在是 市場是預期緊的 但是起碼這個預期階段 就他們會抽得行 但是你說不是很好的股票 就是資源類 以及向世界出口商品的一些股份 企業類 但是大家經常都說 特朗普是看好傳統的能源 或者材料 或者金融股 這一類的股份 都會有上去 有高有低的 即是哪個排次序 那你資源股就排最後了 那特朗普說完之後 那些石油股哪有強勁 香港的883都堆在那裡 即是大家都在預期世界是通縮的 其實是 那 所以資源股就不要想了 即是即是你 即是你出到AI的話 銅都搞它不行的 你看到銅價都在那裡堆 那好了 那就金融股就另一回事 金融股就因為Deregulation的問題 那些人覺得可能是一個新的機遇 那樣 那和以前來說 我覺得金融股很多都跟 即是那個business model都開始有變 那變了未必有很多是受制於 譬如現在說 大家都在那裡說 Capital Ratio 那樣 那就是 所以很多時候 Valuation都是講PB 那樣 那但是如果你有越來越多的業務 是一些可能財富管理 那些東西的話 其實你是不牽涉到 那個Capital Ratio 那麼多 因為Fee Income那邊的生意 其實是 很多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好 但是呢 又不會受到太多它的資本限制 去做這些生意 跟傳統的銀行借貸業務那些是不同的 所以 做得比較好的銀行股 其實是有機會是revalue的 而有絕大部分的人 看著銀行股的時候 都仍是比預訂 是影響著他們的看法 所以其實這個都可能有機會是 就是在這個時代 一個新的想法之下 其實可能都還有些重股空間 所以金融股可能是會排先過資源股 不是可能 應該是排先過資源股很多 應該這樣說 因為資源股是完全不考慮的 應該不用 就算你資源股 你也是本著一個收息 就算我有些883 有些857 然後 雖然輸到偶 但是起碼有息收高息 接著博拼它大一個 再回來 OK 這樣的想法 嗯 就是你預了要捱 就不是預了說 可以很快會得 如果英sir都是偏向看好美股市場 可能是否短期 今年內都是 下年我們會否說 美股市場都有些風險 例如 你剛剛有說到 可能覺得有些債務問題 其實最大的風險 是債息抽到某些程度 人們突然瘋了 覺得 好 那 息太高了 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現在證明了 暫時都沒有人會理 就是 在某些程度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會改正 但是 至少現在你就看不到 這一件事是 觸發的藉口 先 那 到時候 到真的跌的時候 你才知道為什麼會跌的 那 那 單純你說 現在很貴要跌就不是 現在是貴 但是還未去到瘋了 比如說 前排在M7出業績之後的盤後 動得這麼厲害 那一些 那些AI股或者科技股業績 那一個 就是對不對版 就是短期的波幅 都會有不同的公司 會有不同的表現 因為雖然你說一個大盤是OK 但是大盤裏面有些個股不OK 都沒有特別 所以我想 人們都會排排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 特朗普完了之後 Texa就抽爆了 但例如Matter就暫時不走 但大盤還是抽爆 其實你過股的走勢就好似乎本身 是不是市場的優惠 但是整個盤來講 我覺得向上的機會還是大的 而且始終你跟中國不同 雖然你說現在都可以說政策市 因為大家預期特朗普的政策會動 但起碼政策市有兩個優勢 比中國的政策市 第一就是因為你十幾二十年來買美股的人都是贏 我們十幾年來買港股的人都是輸 所以起碼那個信心程度不大 第二就是平民百姓 會感受到政策的興奮 即是你在特朗普說一大堆之後 那些人會感覺好 即是會覺得我可以花多些錢 我將會多些錢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但起碼你覺得我接下來會感覺好 中國出了一些政策之後 你支援地方債 你一個平民百姓 你在說什麼 那份工仍然可能會失業 可能就算我不失業 今年的人工和明年比 可能都差了 起碼做IT那些可能覺得 我方中只剩下六折 七折 那你出了一些政策 你不會感覺好 即是你可能真是 弄走了一些系統性風險 但對於平民百姓來說 他們不會因為這樣 而說我們要增加消費 地方政府財務解決了問題 那關我什麼事 我怎樣去花多些錢 是不是 我還是很害怕 是不是 所以你見到他整個社會的氛圍 政策上的刺激 其實是相差天同地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 這麼兜貓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你的政策的推出 有些人是不會感覺好 明白 麥英sir已經提前 都說了我想問的下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上個星期五 都幾忙一下 人大那邊有出了新的 又出來說話 但是它那個新債規模 其實都是只有六萬億 同市場預期的十萬億 都有一段的距離 是 有人就預估 是不是因為 接下來 就是怕特朗普打關稅戰 或者是其他一些政策 那它現在中共那邊 就是中國人行 就可能留一手 就以免之後沒有招可以出 那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叫做 是什麼 你可以說將來 你可以 你這個留一手的想法 就是一個proactive的想法 就是我有一些 就是積極一點的部署 那 到它真是特朗普打到來 那它再出一些新政策的時候 那時候你是叫它做proactive 還是reactive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都是 都沒有所謂 其實都不重要的 就是你定性去做 因為我留了一手 將來我還有一派打 又或者 人家出了招 我被迫要還 那樣 那究竟是 哪一個和哪一個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是 那 總之就是 我想你剛才我說的 其實你的政策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人 不會說你可以傳遞出來的訊息 是對於平民百姓來講 是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你的金融市場 那些人就可能跟你說 六萬億、十萬億的差別 那我們有些不是很高興 那樣 但是你 很多人不炒股票 不買樓的嘛 那你對一個人來講 他在打一份工 那他在生活著 那你看到那些新聞的時候 你會不會忽然之間 會覺得說 我們跟以前來講 很興奮 國家欣欣向回 我們要去什麼什麼什麼 那暫時來講是難一點的嘛 那這個才是 政策上最大的問題嘛 現在是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還是一個 挺有難題的問題 還有你看回 你講股票來講 如果你看回國內的傳媒來講 現在就和你經常強調 耐性資本嘛 強調耐性資本 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這麼快有運行 你要有耐性才有運行 但是 金融市場裏面那些人 那個想法就是 既然我們 這裡要有耐性資本 不如我把耐性資本 去美國賭一局 是不是 所以你都 注定我們暫時來說 都很難搞 就是講港股這個 9月底 或者到10月頭那段升浪 未來都未必有機會再一次 那你要有耐性資本 你可能等多 可能6個月9個月之後 忽然間有一天是這樣的 但是起碼你有耐性資本 你一定要有 你沒有耐性資本 就不要搞這些 現在那些人都跟你說 我們要有萬牛 我們不要有蜂牛 但是你其實 哪有可能在中國裏面 不是一個狂牛 如果它升的話 是 因為中國其實你講的 恐怖的地方就是 它隨時可能 撿千多二千萬個散戶出來入場 他們這班人一出來的時候 就立即變成蜂牛 那你哪有蜂牛 但是這班人 你現在引不到他們出來 那就變成你 永遠就變成現在這樣的款 明白 另外想問一問人民幣走勢 因為見到大家都預料 人民幣也繼續強 那是不是人民幣相對 又會跟著貶值 人民幣其實是應該會貶值的 我覺得 那美金是否會很強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 我覺得 美金現在的人是有點不決定的 就是說 他們會覺得特朗普 其實是上過多 是差一點的 但是呢 如果你從一個息差因素 剛才他們都說 當美國是有通脹壓力 而世界有通縮壓力的話 其實如果你以歐羅 歐元區來看 其實歐元區是有機會 就是維持一個比較 就是繼續失敗的政策 那歐元是主打貨幣 就是對於美金的Dollar 那整個Dollar看下去 那款就會偏強 機會是比較大一些 因為從我息差的發展來說 其實美金應該是要強一點的 但是從我特朗普的議員來說 就是美金可能就不應該太強的 所以就有少少拉鋸 而美金是稍為偏強 其實你最應該看指定的 可能是墨西哥的PASO 那特朗普當選之後 就抽到20.8、20.9 那現在都是20.1 左右 曾經前兩天 對回到19.8 那這個就比較敏感少少的一個 currency 如果你不可以純粹看Dollar index的話 那好了 那如果你講現在這樣去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最後應該都是 行interest differential 那個機會是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覺得美金應該是偏強 而人民幣 如果你根據歷史來說 它就應該是 如果美金偏強的話 它應該對其他 currency來說 其實未必太差 可能它會跌 對美金會跌 但是對其他貨幣來說 它會相對跌得少 所以我覺得 都可能是一個 穩定地跌一些的trend 是比較大機會一些的 穩定地 那就是對港股的氣氛 人民幣反而就不會很大影響 對港股的氣氛 就是影響不大的 其實沒有以前 大家看得那麼緊的 就是早前 就算我們抽到好行的時候 其實銀針了一圈之後 其實跟著就沒有特別大的相關性 我覺得港股來說 對港股的想法 其實很簡單 就只有兩類股票想 第一就是可能你回想 就是說中特股 因為中國的債券市場 都還是比較上 息是低的 所以高息股可以的 這樣就變成你可能 趁現在這些 什麼883、941 883現在就會上升一些 因為剛才我們說 Goboli商品是Band Market 但是始終883便便宜 還有派高息 但是941那些可能是 穩定一點 就變成你 中國的傀儡都低的時候 它有個價值在這裏 這個就是第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 你就在討論中國 終於都想通了 即是給民企發揮 即是政策上現在 雖然說 做得的事情不多 但是你只要讓騰訊 讓這個小米 讓美團那些是 富起來 那都好 即是不要搞那麼多 不搞事情已經是好事情 那就變成了 我覺得 你可能是買 真是用一些耐性資本 就買少許這些 就把他們真的扭轉過去幾年的 即是壞的樣子 那 其實你現在看到 手術聲拍出來 就是小米 是 因為小米 就等於以前 幾十年前的 Unical 即是它可以的東西 便宜到震 性價比高到偶 在通宿年代裏面 就是比較好的 一個事情 還有小米 就是因為 它沒有一個 自然的問題 即是它不像 騰訊的WeChat 或者WeChat Pay 即是有一個 天然的壟斷 那你便很害怕 但是由手提電話 家電 到什麼 小米的產品都好 其實都是面對著 很激烈的競爭 所以其實它不是說 我有一個自然的問題 去形成的一個霸權 而是它是一個 很辛苦的經營之下 就是打出來 你不能說 Unical有霸權 Unical是沒有霸權的 但是 騰訊很明顯是霸權 所以 現在那些人 是最舒服的 在買小米 因為它民企入面 它最能力 亦都等於 以前的Unical 即是中國版的 或者電子版的Unical 那你就變成 那些人便覺得OK 那你從這個角度去想 其實你真的希望 就是大陸可以容忍 越來越多 民企是 可以做大做強 而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忽然間出來打它 那其實你都可能 你的耐性資本 會有個幾好的回報 因為它們真是便宜 那便是 你希望就可能 駁到像小米那樣 今年都可能有幾十%的回報 這樣的想法 那就是 那些錢 就是這兩方面 第一就是 可能是 一些比較穩陣的 這一刻 另一些就是最能力的 PCHIPS 那要避開的 我覺得就是地產股 消費股 即是消費股 本地還是內稅 內地的地產股 以及香港地產股 都要避開 然後至於消費股 大部分都 即是如果它不是 好像 即是 小米那樣的款 其實都很削的 因為你都要避免 那些人 是會 即是縮他們的 即是消費 如果你不是有一個 那麼厲害的 即是 其實你 你可以說 小米也是消費股 但其實你這樣想 即是等於 現在這個世界的消費股 其實是傾向那些 就是 譬如你是 UNIQL Costco Walmart 這個 Muji CP值得 是的 這一種東西的東西 而不是說 你本身 是買得貴貴的 即是中等 那些 就已經是最大鑊的 要是 現在最貴的那些 都很大鑊的 即是最貴和 中等都很大鑊 只剩下剛才說 CP比較值 比較高那些 才可以的 所以 即是選股角度 就比較簡單 明白 即是反而小米這些 多競爭 就在政策層面上 反而少一些顧慮 是的 因為它是 它是自己做出來的 它不是 說 政府 難道你 政府跟你說 你的電話 不要賣那麼多 電話也不算太便宜 但其實其他的東西 是恐怖地便宜的 譬如電子榜 那一百元 或者你這個標 才算 你三百元 有個手環 那你也催不上 是不是 難道叫你加價嗎 是不是 那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 你這一類型 即是剛才說 CP值比較高的消費股 其實都是高保障 不是只是中國發生的 其實這個全世界都發生著 現在的人 因為現在整個世界都 除了美國之外 其實大家都面對人通縮 所以選股角度都會向那個方向走 消費港級的元素 好 那我的問題都差不多了 都麻煩一下英sir 和我都詳細地說了 美股和港股市場 即可能之後的看法 好 那今天多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